世界上最笨的劫匪是怎么打劫银行的 他竟然老实地等待排队 等了三个小时 终于到他了 大山来到柜台 女人问他要办什么业务 女人没听清楚让他重复一遍 大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但他却拿来纸和笔 写完字后递给了女人 拿起来一看 我要打劫 看到大山的小手枪后 女人这才意识到危险 联盟开始低头装钱 速度都比平常上班时快了好几倍 毕竟在劫匪面前他可不敢偷懒 很快女人就打包好了 干净利索地交给大山 整个过程行人流水 大山走后银行迅速报警 女警来到现场 根据门口的监控摄像头 看到了大山离开时的车牌号 警方立马发布通机 不到半小时 这辆车就得抓住了 不过车主并不是大山 原来当时大山是打车走的 女警只好给他松绑 难道就抓不到大山吗 很快就根据手机信号 找到了大山的家 不过非常尴尬 大山并不在里面 另一边 大山又在打车 他打算再干一票 没想到司机却是警察 这时女警也赶到了现场 面对重重包围 大山只能束手就擒 可他非常疑惑 女警是怎么找到他的